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最近才被行政执行署成功拍卖台北市嘉兴街,南京东路两处党工宿舍的国民党,今天如招反击,向行政院党产会申报曾经持有在中国南京名故宫及湖南路的土地资料,并要求党产会确实调查并向中国当局追回上述财产,以免督职。 国民党指出,近日整理就有卷宗资料时,无意见翻找出该党曾持有中国大陆南京市中山东路民故宫地盾土地,面积868亩05离三丝,换算约为578669平方公尺,及南京市湖南路地盾土地,面积166亩6分03毫,换算约为110667平方公尺, 的证明文件,因此依据不党党产处理条例第八条规定向党产会部申报资料。 国民党表示,这两笔土地未合法取得,但依据党产条例规定,虽限非该党所能实质掌控的财产, 但符合党产条例所规范应申报内容,该党为免离于党产条例第十条及第六条规定, 被推定为不党取得财产而遭充公、没收或追征,因此向党产会部刑申报上述土地资料, 并请党产会依该党所申报的资料确实遵照党产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办理, 认真调查上述财产是否为本党不党取得之财产,以避免造成独职之嫌。 国民党并强调,根据党产条例第25条规定,依本条例所取回或追征其价额之不当取得财产, 如原系政党或其父随组织自我国人民,或于我国设立之法人或团体所取得者, 原权利人或依法寄授该权利之人得于前挑公告之日。 其一年内,下本会申请回复权利,前向权利回复处分, 以原物返还为原则,不能依原物返还者,给付相当之价额。 但不得超过一本条例所实际取回或追征价额之财产价值, 该党无从直惜并申报由第三人占有的土地或财产, 这类财产如经党产会认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 命取回或追征其价额,即有依据前引条文应回复与人民的权利, 所有权,或几负相当的价额与权利受侵害人民的义务, 对于受侵害人民权利的保障甚为重要。 国民党还说,上述土地目前已经中国大陆当局战友中, 敬请党产会积极调查并协助追回,以保障受侵害人民之权利。